变因 所以我们的观察一再跟你们讲 一定要看什么 体力为主 这里就表达得很清楚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重病患者如果病情恶化 而出现险象或命危 其因多由错误生活习惯造成 患者必须反省检讨 通过运动 休息及良好心态 并注意饮食及温敷 以改善热能不足增强体力 如此才能转微为安 重获健康 好 这一段 刚刚讲的这一段 就是如果重病患者病情恶化 而出现险象或命危 重病你就要小心了 你怎么会越来越严重 到险象命危呢 好 这样的原因 多是有什么造成的 错误生活习惯造成 那谁要负责任啊 这句话 患者本身 前面轻重症如果处理不好 谁负责任 医术不够高明所致 医生要负大部分责任 但到了重病 因为最关键的是在热能 热能反应在外是体力 体力一定是患者要负责任 你看医生 医生可以给你体力吗 就如同你们看到我 有没有人因为看到我体力变好了 有没有 有的请举手我看一下 还真的喔 看到我体力会变好 这些刚刚举手的人喔 不是相信原始点 是迷信原始点 这个要分清楚 原始点是给人家智慧 不是给人家怎么样 迷信的不是疯狂的 不是像外面那个追星族的 失去理智 只有一股热情 这个会把原始点毁灭掉的啊 所以你们如果说看到我体力变好 我就要问你们 那我讲完课我就走了 是不是你们看不到我 就体力又变差了 那这样就很危险 表示你们的生命变一下子操控在谁的掌手中 操控在我的手中 那是一件很危险的啊 所以我教你们不要偶像崇拜 绝对不能这样 然后也 然后要懂得智慧 用智慧去关照 原始点是在教你们这个啊 所以对我绝对不要 九十度的鞠躬这些通通免啦 但是如果真正懂 就是好好的学 了解吧 把它完全搞清楚 这样才能够救自己 也可以救别人 原始点要求的是智慧 不是冲动热情 这个是没有用的 所以你们看到我还会不会体力变好 还敢说有的举手我看一下 没有了吼 不可能嘛 所以你看患者去逛医院 哪一个逛到最后体力变好的 都疲惫的要命了 然后越来越害怕 对不对 怎么会好呢 所以体力一定要患者负责任 那体力从哪里来 患者本身他要懂得怎么样 改变生活的错误习惯 就是要运动 心情要调整 然后还要充分休息 并要注意怎么样 你不要乱吃啊 比如说寒凉的就要避免 然后随时要懂得温敷 内外热源都要注意 那这样就可以怎么样 转为为安 这里已经讲得很清楚 那你才能重获健康 要不然重病会死人的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因为这里已经体力虚弱 然后他又呼吸的很喘 呼吸很困难 这个会不会有危险 会喔 因为呼吸如果不过来 人就那个了喔 所以这个就要急救 急救一定是先用手法按推 不要再管热人的问题 先把体伤揉开 急救一定先解症 因为急嘛急着解症 然后慢性的病 如果症解除了 你再慢慢再调理 内外热源这样补充了解吗 那就是按推上背部 一般依我的经验 只要喘触不堪呼吸困难 上背部揉一揉 一定可以管热下来 了解吧 那这时候再慢慢调理 那如果万一啦 真的不行了 揉了也没有效 温敷也没有效 那只要有能够改善他的 他喘可能很多原因 也许腹水已经胀到 都快呼不过气来 这个也有可能 那这时候他要去医院抽水 也可以 也可以 要带氧气罩 反而也可以 要输血 有些是血已经不够才喘了 那输血一下 他能缓解 也可以 反正到了危急的时候 只要能救他的命 原始点都是怎么样 赞同的 了解我的意思啊 不要说哎呀 我只用原始点 死也要死在原始点手里 不要死在我手里啊 那这个因为吸氧 他没有侵入性啊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 输血也是啊 那时候紧急的时候输一下 我认为不妨碍 那抽水也是立即可以缓解嘛 对吧 那只要能缓解的 我都同意 好 那接下来就是要教你们 变生死了 那我们来看下面 也就是前面到命危的时候 已经很危险了 那如果再进一步 怎么来分辨 他可能会死呢 好会死一定会出现怎么样 张口吐气 就是 然后就停滞了 然后就就 你们看我很逼真 我其实学的不像 我还没有死过 但是大约是这样 你们有没有看过死人 有看过的举手 像这样吐气的 还是不少人看过 如果常常帮人家助念 就会看到 有时候到最后就是一吐气 也不见吸气喔 他就是久久 这时候就差不多快完了 好 然后再来 如果再有一些佐证 就是眼神呆滞 已经昏迷了 完全不能表达了 这已经可以说明一件事 热人耗尽 大限一致 那这时候死期已至了 那还要处理吗 我们接下来看 我们的处理方法 此时不需抢救 只可温敷 让患者减轻痛苦 保持神志清明 若能根据患者的信仰或习性 善家开导 使其放下尘世所有执着 或义起一生所行善事 而心生欢喜 安详而逝 则是临终一大助缘 如此即可避免压胸 CPR 契切 插管 电机等浪费大量金钱 却徒增患者痛苦的抢救 好 简单的讲 当死 死相已现 也就是热人已经耗尽 那这个 不需要再抢救 按推已经没有意义了 也就是出现了这张口吐气 所以你们也要变 到这样你们还去揉它 是很危险的 真的就会死在你们手中 所以一般如果像这样患者 送到基金会 基金会的处理态度一定是 立刻怎么样 架设摄影机前程拍摄 然后全部不准动手 全部 患者常常来说 赶快救啊赶快救不能救 因为你看 这个一定马上就要挂了 他根本就是送错地方 这个应该送到法师那里去注念了 怎么会送到基金会来呢 了解吧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动手会有问题的 因为你动手万一揉几下 他刚好就咽气了 那你惨了 你怎么说不清楚 他一定会跟你讲 来明明还在吐气 被你揉几下就没气了 就是你揉死的 有没有可能 有 真的有可能 假设十个里面都是理智的 只要有一个 跟你这样讲 你就没完没了 所以绝对不能动手 然后还有患者会怎么样 来就是说 赶快抢救赶快抢救 基金会就曾经遇到这样一个case 然后我们就看 怪怪的 这个人好像摸一摸也没有呼吸 也没有跳 手已经冰凉 早就往生了还送过来 他以为基金会可以怎么样 起死回生 起死回生 好像贬切这样 这个应该送殡仪馆的 结果又送错地方了 那这个时候 当然不能动手 来一看都没有 已经死了 类似这样 或是吐气的时候 他叫你温敷 要不要温敷 我这里是说可以温敷啊 对不对 那你要不要用红豆袋给他温敷 可以喔 那帮他翻身 然后敷上去是不是 那万一翻过去 再翻过来他就断气了呢 你怎么办 你又惨了 或是温敷 没有多久又断气了 他就说就是你把他温敷挂了 有没有可能 有啊就是热死的啊 本来来还有气啊 对不对 有没有可能 足如此类都有可能 所以才建议各位 一定要怎么样 拍摄摄像机 全部不要动手 那他们要温敷可以 我帮你微波 那你自己温敷 你要怎么翻身随你 了解吧 因为这个已经没救了 所以一定要有这样概念 好那这个是处理的方式 然后进一步 也要告诉家属放下 因为他已经既然走了嘛 就有一个概念 人死了不是所有都没有 因为你们相信因果吧 相信 相信因果 那相不相信 还有来生 我相信啊 还是有轮回 如果相信因果的 我也相信 所以死了不是什么都没有 那你们既然相信因果 那这个就好办了 应该面对死亡就应该坦然一点 为什么 因为你生平做多少好事 做多少坏事 心里总有个数吧 那有个数那就好办了 那你做坏事多 那就往地下钻吧 看几层你就继续钻下去就好了嘛 因为本来你已经注定了 你的命已经掌握在你手中了 那如果 你平身做了很多善事 那你更不用紧张 那你就只要往天上走嘛 那 最后的算账总是要来嘛 那该 往上往下 粒粒分明 所以也不用太紧张 所以人生从一生下来 就注定有一天 会走向人生 走下人生的舞台 这个要靠智慧 为什么 第一个患者本身 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你既然相信因果 这一天也会来 那就 该来的时候就放下 走得漂亮一点 走得潇洒一点 了解吗 不要太 太纠结 然后太流念 这个万万不可 因为你一纠结 又有太多的情绪 我告诉你 表示你没有准备好 那下一个舞台 我告诉你 你也不可能 演出的 比这一个舞台更好 所以就放下他吧 不要太流念 这五光十色台下的掌声 你们喔 对我的赞叹都是虚幻的 都要看开一点 对吧 因为这里拍手 出去就骂我的也有啊 对吧 我怎么能相信你们 何况要死了 这些也带不走 所以一定要看看 那这样就 人走得潇洒一点 对吧 那送他的人家属 也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怎么样准备 就是看他平生有什么信仰 让他安详的走 这也是很重要的喔 你不要激怒他喔 然后让他 如果他是 写基督教的 你就跟他一起念哈利路亚吧 是吧 那如果写佛教的 大部分都是念什么 阿弥陀佛嘛 那就帮他助念嘛 让他在佛号中往生嘛 那有些人还不走 那就要开示啊 开示也是很重要啊 这个佛教也是很重要 要不然他 一下子还有太多留念 然后佛号也听不进去 怎么办呢 那就开示一下 那这要看个人的平生的习性 每个人习性也不一样 像我 我也有我的灶门 我这个人比较重感情 所以只要感情的这一关 我就比较难过 情关难过 比如说我太太生病 我会不会难过 我难过到快自杀耶 所以我对感情特别执着 像我这样的人喔 我总 如果那一天来的时候 你们如果要开示的话 就要谨慎一点 绝对不要跟我讲 哎呀 你就好好走吧 反正你走之后 你的后世 我都会帮你料理 尤其你那个漂亮老婆 我还会找一副好人家 把她嫁了 像这种话你跟我讲 我肯定不想走 对不对 怎么能秤我之尾呢 是吧 所以像欲有感情的 就不要跟她谈感情 那有些人不是像我这种人 有些人是怎么样的人 他就是喜欢赚钱 然后在名利上混 混了一辈子 他真的也叽叽了很多钱财 这时候他要走 他带着走嘛 他带不走 那你说他带不走 你要把他施扯 他也放不下 你别以为他放得下 所以你不要跟他讲 哎呀 你走 没关系 走 反正既然都带不走 我就帮你做很多功德 趁你还没走 做的功德更大 你跟他这样讲 他肯定不走了 我好不容易一生聚集 那么多钱财 你趁我还没走 就要把他全部散掉 我怎么可以 你别笑 你不信你看看古代的立皇 国王 皇帝 他们要走的时候 真的都留给后人吗 没有啊 金银财宝不是带到坟墓里面吗 所以很多人喜欢去结他们的坟墓啊 挖出来都金银财宝都有啊 对不对 因为他们放不下 你看连皇帝他也放不下 一般人真的看都破吗 我看很难 所以你们就要知道他的习性 所以到最后走的开始 一个最大的原则 就是以苦为师 什么是最苦的 那他这时候身体最苦 你就跟他讲身体 哎呀你这个身体已经 都那么痛苦了 活一天 痛苦一天 对不对 然后残破不堪 不如早一天走 走了之后 再来回做人的时候 一定比现在 身体更好更健康 那活得更快乐 这一听他听得懂吗 听得懂 也许你讲完他眼睛就一闭 就安详的走 那如果你讲一些他不喜欢听的 那就惨了 为什么 他会带情绪走啊 有些人就是这样 带情绪走怎么样 你只要激怒他情绪一来 他本来是要往天上走的 但一气起来 他迷路了 竟然往地下钻呢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啊 所以往生也是一大事 所以就是只要把握住 让他安详的走